好這次來玩這款遊戲 愛保莉亞的塔 那這遊戲是可以進行橫向直向的 來吧 法師遊俠 城市守衛跟石頭人 那我們選這個好了 這什麼啊 盾牌 砍刀 點擊 好啦就是攻擊跟防禦嘛 往前 要向上滑動他才會移動 感覺有點FU感覺還是需要時間適應 如果是橫直向勒 直向也還好 算了我們用橫向好了 那 這邊有地圖 我覺得 操作上 習慣應該就可以了 找人來砍 打 砍貝的話一刀就掛了 回家 喔 真的升級了 我喜歡他的打擊感 帶有一點性感 可以拉大嗎 我現在要去哪個地方 綠色那個地方吧 那周章應該有東西可以讓我吃吧 有什麼食物之類的嗎 好 好進來了 擊中前的一瞬間格擋就是完美格擋啊 然後按兩下就是盾牌重擊 原來如此 對我這種新手來講完美格擋喔 再說啦 這些東西 拿到一個 感覺好像比較強的武器喔 不是武器 完美格擋看看 要不要弄 我要砍他同時 他也砍過來 要用盾擊好了 直接用盾擊好了 我真的 我覺得盾擊 盾擊來起手比較好耶 反正也有機率會擋到對不對 右上方好像可以做紀錄 他剛講什麼 我到我到後面完全都是已經在看 我到後面完全都是已經在看 左上方的地圖在移動了 完全沒在看畫面了 完全沒在看畫面了 有沒有藍一點的啊這個我已經 玩多久了 5分鐘 那算蠻簡單的5分鐘就能上手了 找到飛艇 逃離高塔 然後 順便要找個寶箱喔 寶箱喔 應該會顯示在地圖上吧 先畫磊 畫磊刀 再畫 我在這裡啦 那個傻子在那裡耶 好 升級了 不要轉過來 哪隻手比較好旋轉啊 我要走回來了 右手比較好操作 用右手拇指操作好像 比較順一些喔 可以倒退路耶 寶箱看到了 這甲我能裝備吧 傻子耶 真的是喔 我要強化我的力量 好上飛艇了 這樣應該就算過了吧 nice 這才挺好玩的啦 就是第一人稱嘛 視角 街機的感覺 欸 嗯 天啊 欸日任務 通關一座石塔 拆解七帕武器 武東塔 三丘 來打三丘看看 好吧 可憐怪物 有沒有什麼 可以吃嗎 好 綠色的門在那邊 所以你要玩的還是主要還是要看左上方的地圖 好 盾擊 試一下 好 他整個路過來耶 我好像拿到一把強力武器了喔 好 但我有劍耶 好了我們用這狼牙棒好了 屬性 找這個來試刀 好像感覺快掛了耶 進行格檔也是會扣血的啊 除非你要完美反擊喔 是不是 完美反擊就不知道會不會扣血了 有三層耶 其實可以用盾擊喔 搶先盾擊 好像 就可以避免被被施血的風險 這什麼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去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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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蜘蛛 碰到蜘蛛找媽媽了耶 第三層喔 兩次一對火寶耶 真的是 我來到了一個不該拿的盾牌 似乎特別強喔 盾牌喔 走 上飛艇 哇 我拿到盾牌然後 我就過關了 玩得相當習慣耶 超快上手的 我覺得嘛 你要移動 要用 右手去操作 用拇指去操作 左手的話 反而 好像 我個人沒有那麼的適應了 這把紫色武器感覺有戲喔 是不是 是 這還可以升級喔 升級就可以用更更優惠的價格去進行買賣 這樣任務就算過關了 不過我 我有拿到一個 紫色武器喔 想要 試刀看看 那個在跑步耶 會不會 會不會槓了圍拳啊 好 我換劍了 我天生的劍客 後面 後面 盾擊 還有一隻耶 在掛牆 喔 等你來啊 太傻了 他 我要 我走錯方向了 反正 黃色框框是 我的 路口處啊 所以我要到綠色的地方 這邊劍母 這邊劍母 這 又可以出去了 我們求快速過關好了 畢竟錄影的時間有限了 我剛剛沒辦法擋 其實你要探索的話 記得每一個門都要去一下,因為會有寶箱 因為時間的關係,想要看一下 把這個通關會怎麼樣 什麼感覺 寶箱 又一道入口速的飛艇 他等於有點像 探險 然後你又可以拿到一些 裝備物品 好啦 那本次這款遊戲 就玩到這裡啦 相當容易上手 那這個比較適合 像你平時休假的時候來玩一玩的 比較單機一點的遊戲啊 好吧 本次就到這邊了 掰掰